我和周一钦再一次因为孩子的问题发生了争执。 一大早,我正在书房收拾文件。 周一钦换好了衣服,突然开口。 你什么时候有空? 怎么了? 他说,你尽快抽一天出来,我们去把手术做了。 我的注意力都在合同上,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什么手术? 周一钦目光下移,落在了我的肚子上。 我拿着文件的手一顿,一时间我们两个人都沉默了。 过了许久,我转身看他。 周一钦,你是要跟我离婚吗? 他正了下,连忙摇头。 怎么可能? 我为什么要跟你离婚? 那你为什么非要我留掉这个孩子? 我不理解。 我是大概半个月前发现自己怀孕的。 连续跟了两个案子,我昏倒在了会议室。 老板吓死了,以为我是过劳心梗。 结果一检查,发现我怀孕了。 这是个好事,我很开心,我以为周一钦也会像我一样开心。 可听完消息后的他却沉默了。 那一夜他辗转反侧,随后的三天也心不在焉。 直到第四天,他对我说,现在时机不对,以后我们会再有的。 这个就算了吧。 他要我终止妊娠,留掉肚子里的孩子。 我们大吵了一架,不欢而散。 我从家里搬了出去。 在酒店住了一周。 这一周,我拒绝见周一钦,也拒接了他所有的电话。 后来,他颓然地找到我。 江苑,是不是只要我不低头,你就永远不会回头看我一眼。 你不能对我那么狠心,我对周一钦早就很不下心了。 我自然地跟着他回了家,孩子的事被我们胡伦了过去。 我想着等王婉,抽个时间好好跟他谈谈。 却没想到,还没等我开口,他却就是重提。 我的质问让周一钦烦躁地皱起了眉。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时机不对。 你为什么非要现在生下这个孩子? 孩子以后我们会再有的,这个不行。 周一钦的一字一句,像重拾一样压在我的心上。 我常常地吐出一口浊气。 在酒店住的那一周,我想过很多种可能。 你的公司出了问题,你的身体出了问题, 我甚至拿着你的体检报告去挂专家号。 周一钦,我理解不了。 我们是合法夫妻,我们没有出现感情问题。 我怀孕了,我们生下这个孩子不是顺理成章的吗? 时机不对。 这个理由说服不了我。 周一钦再次沉默。 就在我以为这次的谈话又要无疾而终的时候, 他说,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一路上,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我是有些生气的。 我知道,周一钦绝对瞒了我什么。 他不想告诉我。 可这个秘密关系道,他为什么不要我们的孩子? 现在,他大概是要向我揭晓这个秘密吧。 我想着,不管他是因为什么,这次我是真的生气了。 他伤了我的心。 我不会那么轻易地原谅他。 但同时,不管他是因为什么,他是我的爱人,我会陪他一起度过。 我真是这么想的。 我做好了跟他同舟共计的准备。 可事后,我才明白,我有多可笑。 车子行驶过大半个城市,停了下来。 我顺着周一钦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那是一家花店。 花店老板穿着一身宽松的长裙,浅笑着把客人送出店外。 等到客人走远,他有些疲惫地按了按自己的腰。 他怀孕了,肚子不小,看起来已经快要生了。 认识他吗? 我迟疑地摇了摇头。 有些眼熟,但一时想不起来。 你再想想。 我皱眉看向周一钦。 他到底是谁? 跟我们的事又有什么关系? 周一钦看向远处。 表情很淡。 唐雪,我们的高中同学。 我想了半赏,终于从记忆中挖出了这个人。 在我们的高中三年,有一个很特别的女孩,短发,张扬,弹琵琶。 学校每年的文艺会演,她都会参加。 她的模样我已经很模糊了。 但她把琵琶弹出醉卧沙场的架势,却让我记忆犹新。 我还记得她曾做过一件很出格的事,在广播站公开向周一钦表白。 我猛地偏头看向周一钦。 她喜欢你。 周一钦没有否认。 我以为那只是年少时的冲动情怀。 可是一年前再遇到她,她却对我说,她还是喜欢我。 我的呼吸停顿了两秒,放在膝盖上的手慢慢收紧。 你想说什么? 周一钦对上我的目光。 十三年。 我喜欢了你十三年,她喜欢了我十三年。 你知道吗? 我在她身上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卑微又可怜。 所以呢? 周一钦讽刺一笑。 有时候,我总忍不住想,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你是喜欢我多一点,还是喜欢? 周一钦没有把那个名字说出来。 但我们都知道,她想说的是方语。 我的初恋。 心脏病去世。 周一钦用她曾经的八年暗恋和后来的两年陪伴让我卸下心房。 我以为她总归是明白我的。 可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三年,她却还在执着这个问题。 周一钦,你到底想说什么? 她脸上的悲伤收敛,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我不在乎了,即使你心里永远放不下她,即使我永远排在她后面。 将愿,只要你接受糖血肚子里的孩子。 我们就两清了,重新开始。 你说什么? 一瞬间,我是怀疑自己幻听的。 糖血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 周一钦,你是要告诉我,你出轨了吗? 我没有,周一钦疲惫地揉着眉心,我只是给了她一个孩子。 我彻底冷下了脸,下了车,摔上车门就要走。 江苑,周一钦追上我,紧紧拉着我的手。 我知道你一时间没办法接受,你可以好好想想。 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够更平等地在一起,而不是我一直退让。 我浑身的肌肉紧绷,牙关紧咬,一字一句。 放开我。 周一钦,你真让我恶心。 周一钦的力道突然松了。 你说什么? 我说,你让我恶心。 他突兀地笑了。 恶心,你说我恶心。 所以你也跟那些人一样,觉得我是你身边的舔狗,是不是? 我舔了你十年,你终于可怜我,跟我结了婚。 可直到现在,你心里都没有放下那个人。 你知道吗? 我在别人眼里就是个笑话。 周一钦的情绪越来越激动,我的心却越来越凉。 方宇去世的时候,是周一钦陪在我身边。 他告诉我,他暗恋我八年。 从进入高中到现在,八年,我只喜欢过你一个人。 我拒绝了他,不愿意拿他疗愈自己的伤痛。 他说没关系,即使你不喜欢我也无所谓,只要让我陪着你,不然我不放心。 后来我接受了他,他激动地差点哭出来。 即使你现在没有那么喜欢我也不要紧。 我们有一辈子的时间,我相信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明明一切都在如他所愿,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生出了这么多的不愿和怨念。 往昔的柔情和爱意已然分不出真假。 这让我不寒而栗。 周一钦,是你吗? 你来看我了? 唐雪的声音突然出现。 他拖着笨重的身子,穿过马路,朝我们这边小跑过来。 周一钦皱了皱眉,松开了我。 他上前两步,扶住了唐雪。 找什么急,慢点。 唐雪吐了吐舌头,一脸开心地抓着周一钦的胳膊。 我想快点见到你吗? 你过来怎么都不给我打电话? 如果不是我看到你。 唐雪,我带江苑过来看看你。 唐雪脸上的笑意将注。 他慌忙松开周一钦的手,有些慌乱地看着我。 小,小,小愿,好久不见。 眼前的这一幕太荒谬了。 我连一秒钟都不想多待。 可唐雪却急匆匆上前,想要抓住我。 我连忙后退一步。 不要碰我,磕了碰了,算谁的。 周一钦过来,拦在我们中间。 他语气淡淡地对我说,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 我一声吃笑,点点头。 我也一直以为你是知道的。 周一钦愣了下,刚想说什么,被唐雪打断。 他白着脸朝我身居了个躬。 小愿,都是我的错。 我本来只想留下这个孩子,没想打扰你们。 可我的身体出了问题,我不一定能看着这个孩子长大。 不过你放心,等我生下孩子就会离开,不会影响你们的。 周一钦也看向我。 你好好想想吧,不用着急给我答复。 不用,我回望他,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答复。 周一钦,孩子我会拿掉。 然后,我们离婚。 苏和应该没想到。 他离婚后,要干的第一件大事,竟然是陪我去流产。 我从家里搬了出来。 一开始,周一钦不同意。 我提出离婚,让他暴怒。 他几乎摔了大半个家。 江苑,你怎么可以这么轻而易举地说出这两个字? 这么多年,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 你理解不了,你当然理解不了。 一直以来,都是我跟在你身后,你可曾回头看过我一眼。 他等了我十三年,只想要一个念想,我拒绝不了。 我看到他,就像看到我自己。 你以为我真的是想要那个孩子吗? 江苑,我只是想要你向我证明,你是爱我的。 我盯着周一钦看了许久,越看越陌生,越看越面目可憎。 不用证明了,你就当我没爱过你吧。 我语气讽刺地对苏和说,你和江苑离婚的时候,我觉得江苑就是个混账东西。 可现在却发现,他至少比周一钦坦率几分。 错了就是错了,他认,不狡辩,爽快离婚。 可是周一钦呢? 离开的这几天,我在反复地思索他的话。 我一度进入了他的思维,觉得他好像说得没错。 这些年,他为我付出了很多。 他对我的好,有目共睹。 甚至他的母亲都忍不住打去。 我这儿子就是替你生的,他要是把对你的好分一分给我,我都偷着乐了。 很多人羡慕我,说周一钦能和我修成正果,那真是来之不易。 所以,我是有好好珍惜的。 是我做得不够吗? 还是我哪里做错了? 为什么周一钦会有那么多的怨恨和不甘? 苏和握住我的手,满脸不赞同。 错就是错,对就是对。 因为谁,不重要。 如果他非要说是因为你,那也是他自己的问题。 我苦笑着低下头。 从业至今,我经手的离婚案,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我总是能理性地劝慰别人。 我总是能精准地分析出一个人行为背后的真正动因。 我告诉女人们,不要被迫。 我自认为阅人无数,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能宠辱不惊。 可真当事情落到自己头上才发现,我也就是个当局者迷的普通人。 我从手术室被推出来的时候,外面人不少。 苏和背对着我站在那儿,拦着江也和周一钦。 看到我,周一钦的目光很慌乱,笑容也有些勉强。 小院,我来接你回去。 苏和一措身,挡住她。 周总,你是自己走,还是我找人来请? 江也应该知道,我认识的人挺杂的。 苏和姐,别叫我姐。 她说,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周一钦最后是被江也拉走的。 离开前,她死死地盯着我。 离婚的事,你说了不算。 我没有作声,蜷缩在病床上。 小腹那块空落落的,甚至有些冰凉。 一阵一阵的胀痛刺激着我的神经。 这并不是多强烈的痛感,却让我浑身发抖。 我只能拼命地往被子里缩。 这个孩子,我还没有好好感受他的到来, 他就被我亲手拿掉了。 但这是最好的选择。 于我,我不可能为了所谓的母爱, 让一个还没成型的孩子拖累我的一生。 于他,他凭什么成为我和周一钦失败婚姻的苦果? 这是最理性的决定。 但并不代表我不难过,我想,就让我再软弱一晚吧。 等到明天早上太阳升起,我还是那个无坚不摧的疆虑。 苏和把我接回了他家,说要亲自照顾。 他问我准备怎么办。 离婚啊,但首先我得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周一钦说的话,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 关于这种事情的调查,我有自己的门路。 但其实,我只需要搞清楚一件事, 唐雪是不是人工受孕。 我找了人,让他帮我去医院查病例。 当天下午,他给了我答复。 唐雪是自然受孕。 周一钦的谎言不攻自破, 他就是出轨了。 对于这个答案,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我也以为我不会受任何影响。 可当我下床喝水时, 却腿一软摔在了地垫上。 怎么了?没事吧? 我苦笑着摇摇头。 以前遇到那些被丈夫背叛的女人, 我总是冷眼看着她们发疯, 哭泣,歇斯底里。 我以为我会比她们做得更好。 苏和搂住我, 一下一下拍着我的背。 想哭就哭, 有什么大不了的, 被伤害了还不让人难过。 没这个道理。 不知道是因为苏和的话, 还是她的举动, 或者是她身上传导给我的温度。 这一刻, 我压抑了多天的情绪, 终于爆发。 眼泪汹涌而出, 声音也由最开始的哽咽, 转为嚎啕。 我哭得瑟瑟发抖, 哭得蜷缩在地, 最后昏睡了过去。 接下来, 你准备怎么办? 等什么? 等堂雪的孩子出生, 这个孩子将关系到我的离婚官司怎么打。 周一钦出轨的证据, 我找不到。 近一年的时间, 她都没有让我有任何察觉, 现在再想查就更难了。 不过没关系, 只要有了亲子鉴定, 就能把她的背叛坐实了。 不过出于流程, 我还是要首先问周一钦一句, 你同意跟我私下调解离婚吗? 这是我在苏和家住了一周后, 第一次同意见周一钦。 她的神情有些恍惚, 似乎并没有听清楚我在问什么, 而是直勾勾地看着我。 她说, 你骗我的, 对不对? 骗你什么? 其实你并没有把孩子打掉, 你是骗我的。 周一钦的话让我的心脏抽了下, 至于吗? 非要医生当着你的面做手术你才相信, 还是要我再进一次手术时? 在你心里, 到底是她犯了天条, 还是我罪大恶极? 我的话让周一钦的脸上 逐渐浮现出了痛苦的神色, 所以你就那么轻而易举地打掉了我们的孩子, 不争不吵, 不哭不闹, 甚至都不告诉我, 江苑, 你真狠心, 如果你怀的是方宇的孩子, 你也会这样吗? 这番话一瞬间让我暴怒, 但职业敏感度却让我在下一秒品出了她的颜外之意, 周一钦, 你后悔了, 逼我打掉孩子, 你后悔了, 周一钦蹭地站了起来, 脸色白得吓人, 她说, 我不会跟你离婚, 很好, 看来私下调解这条路是走不通了, 既然如此, 那就没必要浪费时间, 我在苏和家休养了半个月, 医院复查没问题后, 赴了工, 我本来是想搬出去的, 她不让, 说两个人有个伴, 就当我们结成离婚搭子, 帮着彼此度过这段难熬的时间吧, 我想了想, 觉得不错, 也就同意了, 我从周一钦那儿搬走了自己的东西, 那天她本来是不在的, 后来突然赶了回来, 但全程都没有说话, 她一直冷着脸站在那儿, 任由我忙进忙出, 最后离开, 苏和不明白, 她是什么意思, 我轻笑一声, 想求和, 但不愿意低头, 因为我没有推进离婚的进度, 她觉得我只是跟她闹一闹, 这种时候就得忍, 谁先低头, 谁就输了, 她甚至可能还觉得自己有点委屈, 这大概就是她的心理活动吧, 周一钦带我去见唐雪的那时候, 她已经怀孕第三十周了, 这段时间过去, 离她的预产期也就不到四十天, 我和周一钦没再联系过, 倒是她母亲给我打了个电话, 出于对长辈的尊重, 我接了, 她先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周一钦的不对, 接着话锋一转, 开始劝河, 其实那姑娘也挺可怜的, 因为身体的原因, 她要是把孩子留掉, 可能就再也怀不上了, 我们都是女人, 你应该能理解吧, 其实我挺羡慕周一钦的, 虽然她父母也是离异, 但她母亲却是实实在在把她当眼珠子, 不管谁对谁错, 没有底线的互端, 不像我, 父母离婚后就谁都不爱搭理我了, 于是我语气平和地说, 理解, 当然理解, 所以您也多劝劝周一钦, 只要让她跟我把婚离了, 您不仅能有一个名正言顺的孙子, 还能白得一个心儿媳妇, 何乐而不为, 周一钦的母亲沉默了, 我想她大概是真把我的话听进去了吧, 但很遗憾的是, 她没有劝动周一钦, 直到糖雪生产那天, 她都没有出现在我面前, 糖雪发作, 比预产期提前了两天, 上午送到医院, 晚上七点二十分就顺产了个大胖小子, 周家几乎全员出动, 我到的时候画面还是挺温馨的, 周一钦抱着孩子, 半是温柔, 半是感伤, 糖雪躺在病床上, 满眼笑意, 如果不是我的出现, 这该是多幸福的一家三口, 最先发现我的是周一钦的母亲, 她有些尴尬, 小月, 你来了, 快, 快来看看孩子, 她以后也是要叫你妈妈的, 我扑斥一笑, 婉拒了哈, 周一钦有些争冲, 她抱着孩子前进两步, 又退回去把孩子放下, 你来了, 嗯, 有点事需要你配合下, 你说, 我指了指身后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 需要给你和孩子做一个亲子鉴定, 麻烦你配合一下, 周一钦脸上的表情淡去, 目光沉沉地看着我, 糖雪突然情绪爆发, 不行, 我不同意, 孩子才刚出生, 他还那么小, 你怎么忍心, 我偏头, 好笑地看着他, 你知道孩子出生后是要采足底血的吗, 正常操作, 不是抽筋把骨, 你不用跟我演这种母爱爆棚, 糖雪把无助的目光投向周一钦, 周一钦就站到了他身前, 他不愿意, 哦, 不要紧, 他不用愿意, 只需要配合, 包括你, 我是按正规流程来的, 你应该也收到法院的传票了吧, 周一钦彻底冷下了脸, 你到底想干什么, 不明显吗, 拿证据, 离婚, 对质了半赏, 周一钦突兀的一笑, 行, 坐, 他的这个反应, 让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半个月后, 我的感觉被坐实, 亲子鉴定结果显示, 周一钦和糖雪生下的孩子, 没有亲子关系, 这种感觉很不好, 我等了这么久, 就等着一招致命, 最后却发现是自己被反杀, 我冲去了周一钦公司, 把鉴定结果摔在了他脸上, 他不躲不闪, 淡定得很, 就好像等着我来一样, 急什么, 你想知道的, 我都会告诉你, 小月, 我们需要好好谈谈, 周一钦把来龙去脉告诉给了我, 去年的同学会, 糖雪醉酒后, 说了他对周一钦这么多年的感情, 周一钦说, 因为同情, 他加了糖雪的联系方式, 从那时候开始, 糖雪就经常联系他, 后来糖雪过生日, 希望他过去陪他, 周一钦去了, 他们喝了很多酒, 尤其是糖雪, 明显都醉了, 为了给糖雪买醒酒药, 周一钦离开了一会儿, 也就是那一会儿的功夫, 糖雪被人带走了, 周一钦找到他的时候, 是在酒店, 他衣衫不整, 一片狼藉, 他以为是我, 他很开心, 我认了, 后来他怀孕了, 想把孩子生下来, 我没法告诉他, 只能将错就错, 收养他的孩子, 是我对他的弥补, 小院, 如果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 就没办法对他视如己出, 至少现在不行, 我能说什么呢? 这一件件, 一桩桩, 我只能说六, 周一钦拦住我的去路, 你就没有其他要说的, 我想了想, 两天后, 咱们的离婚案, 按时到场, 周一钦沉下了脸, 我已经告诉你真相了, 你还想怎么样? 我张了张嘴, 又闭上, 最后烦躁地择了声,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的脑回路异于常人呢? 周一钦, 我不是你说两句话, 就被你牵着鼻子走的人, 你没有出轨, 又怎么样呢? 不管你是愿意当胜负, 还是为了赎罪, 那都是你自己的事, 别扯上我, 周一钦看向我的目光, 逐渐失望, 我没想到, 你会说出这样的话, 呵, 我痴笑一声, 怎样的话? 无情? 冷漠? 可是, 你自作主张, 把我拉入你们的因果时, 可曾问过我的意愿, 因, 我不能知道, 果, 却该我受着, 那当你的老婆, 我可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呀, 所以, 你介意的, 只是我没告诉你, 对不对? 我冷淡地摇摇头, 周一钦, 动动脑子吧, 我和周一钦的离婚案, 如期开庭审理, 周一钦没有缺席, 可她的态度也很明确, 不离婚, 因为她的态度坚决, 因为我方无法提供明确的双方感情破裂的证据, 法院判决, 双方不予离婚, 走出法院, 周一钦拦住了我, 她无奈地看着我, 就像看一个顽劣, 骄纵的孩子, 小院, 这次算我错了, 以后我不会再有任何事瞒着你, 这次的事我们一笔接过, 重新开始, 好不好, 我也很无奈, 周一钦, 我再跟你说一次, 我不是你说几句话就被你牵着鼻子走的人, 说话间, 我拿出手机, 点开那张照片放到了她面前, 周一钦脸上的云淡风轻瞬间瓦解, 谁给你的, 还能有谁, 我浅浅笑着, 这张照片上还有拍摄时间, 原来你们同学会的第二天就滚到了一张床上, 急不可耐啊, 周一钦错开了我的目光, 垂在身侧的手紧紧攥着, 我可以解释, 那是个误会, 我们都喝多了, 只有那一次, 一次一次又一次, 周一钦, 你到底还有多少谎言, 不过不重要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拿着你出轨的证据却不放出来吗? 周一钦沉默着, 我说, 因为即使拿出这张照片, 也没法扭转乾坤, 一审, 我已经做好了离不了的准备, 周一钦紧绷着, 反反复复还是那一句话, 我不会跟你离婚, 周一钦, 对我而言, 最可悲的是, 在我的专业领域, 却没办法让你净身出户, 周一钦低吼, 江苑, 我不会跟你离婚, 我顿住脚步, 没有回头, 是吗? 不着急, 慢慢来, 和周一钦打完离婚官司的第二天, 我向律所申请了外派, 一周后得到了肯定答复, 苏和帮我收行李时有些感伤, 哎, 这也太突然了, 我笑了笑, 其实我们所里早就跟我说了这个事, 不过被我拒了, 那时候想着两个人分隔两地, 影响感情, 但其实这对我而言, 是个很好的机会, 工资翻倍, 阅历增长, 和乐而不为, 这叫什么? 柳暗花明又一策, 我要出国的事, 没告诉几个人, 但周一钦还是知道了, 我在机场看到了他, 几天不见, 他周身的气场越来越阴郁, 整个人紧绷着, 他问我, 为什么要出国? 你不是要跟我离婚吗? 我说了, 不着急, 你还有什么事吗? 没事的话让一让, 我还要赶飞机, 周一钦朝我靠近, 你就这么讨厌我, 为了躲着我, 不惜出国, 我后退一步, 你要这么想, 我也没办法, 将怨, 周一钦低吼, 你就非要这么跟我说话吗? 周一钦, 你在浪费我的时间, 我绕过他想走, 他却抓住了我的胳膊, 你不准走, 我冷淡地回眸看他, 你是想让我叫保安, 还是需要我报警? 我正脱开他向前走, 他急切地大吼, 我错了, 江苑, 我错了, 你别走, 我的脚步不停, 他再次拉住我, 语气中带着祈求, 我们谈谈, 江苑, 我们谈谈, 我想, 既然走到了这一步, 有些是说明白也好, 就算不说明白, 只为了情感发泄, 谈一谈也没坏处, 可是从何谈起呢? 周一钦起了个头, 我们就非要走到这一步吗? 我看着他, 那不然呢? 江苑, 我喜欢了你八年, 那是八年, 不是八天, 你就这么狠心, 周一钦, 你所谓的八年, 我愿意承认时, 他是加分项, 如果我不愿意承认,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是你的八年, 我既不知道也没获利, 凭什么要我背负? 周一钦被我说愣住了, 好伴赏, 他开口, 你就是这么想的, 原来这么多年, 都是我在自作多情, 江苑, 你以为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 完全是因为我吗? 你就没有半点错,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为什么会不要那个孩子? 因为我, 周一钦, 你不会自己出轨了, 就怀疑我也出轨了吧? 周一钦沉着脸看着我, 他说, 你昏倒住院的那天, 我去过医院, 然后呢? 周一钦愣了下, 接着讽刺地笑出了声, 你就非要我把话说得那么明白吗? 我失去了耐心, 起身要走, 等等, 他叫住我, 他说, 我听到了你跟苏和打的电话, 那一天, 刚好苏和给我打电话, 我就把好消息告诉了他, 我说了什么呢? 我说, 我怀孕了, 特别高兴, 其实我一直想要有个家, 属于我自己的完整的家, 我想和他有个孩子, 一半像他, 一半像我, 以前他还起过一个名字, 男孩儿的, 可万一生的是个女儿怎么办? 江苑, 我知道你一直忘不了方语, 可即使你怀孕了, 怀了我的孩子, 你想的还是他, 你让我情何以堪, 我想的是他, 你从哪里得出的结论? 他的照片, 你和苏和说话时, 一直抹扎着他的照片, 我拿出证件包, 打开, 露出里面那张陈旧的证件照, 你说的是这个吗? 周一亲的目光定住, 他猛地起身, 带倒了身后的椅子, 哐当一声巨响, 怎么可能? 他半彷徨半无助地看着我, 为什么? 不可能? 什么时候? 怎么可能? 我缓缓站了起来, 拿出那张照片, 放在桌上, 你第一次带我回你家的时候, 我看到了你的学生证, 就把照片抠了下来, 其实在更早的时候, 在我答应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把方雨的照片拿出来了, 还有孩子的名字, 我答应你求婚的那一晚, 你自己说的, 可是你忘了, 小院, 周一亲在抖, 她死死地拉着我的手, 她的声音带了哽咽, 我做了什么? 我到底做了什么? 我们的孩子, 我, 我推开她, 需要我安慰吗? 她呆呆地看着我, 我平淡地说, 我的安慰是, 即使没有这个误会, 我们的最终结局, 也是走向结束, 因为你不信我, 你看不到现在, 看不到将来, 只看得到过去, 然后, 我感谢你, 感谢你让我及时看清现实, 终止错误, 周一亲, 再见, 我走得很果决, 但我很难过, 我曾真心地爱过一个人, 但他不信我, 我努力地付出, 拼命地去爱, 想要凑齐我缺给他的那八年, 可他无知无觉, 愿我恨我, 那么这五年, 我到底在做什么? 无力感, 挫败感, 侵袭着我, 我仿佛被人掐住了喉咙, 窒息, 茫然, 无助, 江苑那江苑, 你可真狼狈, 我在国外待了一年, 这一年, 我在工作之余, 选择了深造, 学习和工作, 挤满了我所有的时间, 但也很充实, 我没了再去胡思乱想的时间, 等再想起, 人已经停和了, 我和苏和经常联系, 他说周一钦总是去赌他, 想要知道我的住址, 苏和拒绝了几次, 烦了, 就报了警, 他这才消停, 周一钦找不到我在哪, 但他总能找到我的联系方式, 他给我打过无数个电话, 我有时候没注意, 接到过几次, 但一听是他的声音就挂了, 他倒是没真的把那个孩子收养了, 不过他也养着他们母子, 又是给抚养费, 又是帮开店, 听说最近还要办周岁宴, 他妈想大办, 周一钦没同意, 你说这都叫什么事? 婚都没理, 还闹这出, 也不怕丢人,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江也说的, 我有些惊讶, 你们还在联系, 一说起这个, 苏和就有点暴躁, 我已经快忍到头了, 最近准备找几个人, 把他揍一顿, 烦得很, 江也大概是想把苏和重新追回来, 男人好像都这样, 总是能轻易翻篇, 就好像他说了对不起, 就该被原谅, 再就是重提, 就是你的不对, 可是他们不知道, 有些创伤是愈合不了的, 你什么时候回来? 周三的飞机, 那行, 我去接你, 我回国的这一天, 阴雨, 微冷, 苏和很贴心, 给我戴了外套, 江也也在, 面对苏和的冷脸, 他欲言又止, 最后对我说, 老周本来是要过来的, 可是临时有事, 那孩子生病了, 陪着去医院了, 是不是? 江也错愕, 你怎么? 唐雪告诉我的, 他跟我打赌, 赌周一亲今天绝对不会来接我, 江也想替他解释, 我再次打断他, 并留下了自己新的号码, 不要紧, 等他忙完, 让他联系我, 这次回来, 我还是住在苏和家, 所有的东西都还是老样子, 这种突如其来的温馨感, 让我感觉特别奇妙, 于是我竟然连时差都没倒, 就睡得特别好, 周一亲是第二天早上联系的我, 大约十来点, 他给我打了电话, 你醒了吗? 我怕打扰你睡觉, 一直在等着, 他的声音和话语都带着小心翼翼, 我就当没感觉到, 直截了当地说, 我就是告诉你, 一周后我们的离婚案二审, 记得到场, 周一亲沉默了, 我挂断了电话, 下一秒, 电话又打了进来, 这次他的语气变得急切, 江苑, 一年了, 我找了你一年, 联系了你一年, 可你刚回来, 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却还是离婚, 为什么? 我就那么食恶不赦吗? 你就连一点机会都不肯给我吗?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就算要我跪下来求你, 你也先得首先出来见见我吧。 江苑, 你不能连辩驳的机会都不给我。 周一亲, 你知道为什么是一年吗? 她不知道, 你说我因为你躲去了国外, 其实没错, 我就是在夺你。 一年, 你知道这个时间意味着什么吗? 从一审到现在, 我们分居了一年, 这就是最有力的感情破裂的证据。 二审, 不管你同意与否, 我们必离, 其实挺可悲的。 在我的专业领域, 我和我出轨的丈夫离婚, 耗时一年半, 时间不是关键, 而是这个时间会很磨人。 她煎熬人的内心, 搓磨人的意志, 让人焦虑, 让人崩溃, 让人到最后忍不住退缩, 放弃, 然后说一句, 算了, 凑合过算了。 这些都是我这么多年 亲眼见证的, 当然也有快的方法, 引她家暴, 引她出轨, 引她犯罪, 但这无异于走钢丝, 最后摔下去的即使是她, 自己又当真能完全不受迁累。 所以我明白, 想更简单地处理这件事, 我就要目标明确, 一年就一年, 我耗得起, 也必须耗。 二审判决下来的这一天, 我和周一钦甚至不用等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 直接结束了夫妻关系, 压在我心上的石头, 终于消失, 这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让人愉悦。 反观周一钦, 她仿佛一时间被人抽去了精气神, 她看我的目光很复杂, 好像有恨又好像有怨。 她说, 江苑, 你真狠。 这一年, 我以为我可以挽回, 可你早就把我判了死刑。 原来你一直都在算计我, 我颇为赞同地点点头, 那你就当是我算计你吧。 今天我心情好, 不想吵架,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没有指望周一钦幡然醒悟, 痛哭流涕, 痛不欲生。 能这样的人太少, 更多的都是怨恨加仇恃, 这才叫现实。 事情处理完后, 我再次出国, 半年后回来, 升职加薪。 在我第二次出国的那段时间, 周一钦跟我发了条邮件, 只有三个字, 对不起。 我回复, 既然对不起的事已经做了, 对不起就别说了。 周一钦没想过, 江苑会直接把孩子拿掉。 在她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她就开始隐隐后悔, 但被她强压了下去。 她的孩子, 她的骨肉, 因为她的逼迫, 被杀掉。 如果她后悔, 她会疯掉。 江也问过她, 带着江苑去见唐雪, 你怎么敢的? 周一钦不敢。 她和唐雪的关系, 她一直死死瞒着。 她不敢频繁地跟唐雪见面, 她不敢主动联系唐雪, 甚至在每次回家的时候, 她都会提前一步把唐雪拉黑。 江苑眼中容不得沙子, 如果让她知道了, 他们就完了。 可是, 当周一钦意外听到那些话时, 她就不理智了。 这么多年, 方雨就是她的噩梦。 她一直生活在方雨的阴影中, 她总是在比较, 江苑到底是更爱她, 还是方雨。 所以, 她提出让江苑流产, 并带江苑去见唐雪, 都是为了要江苑向她证明, 她更爱她周一钦。 周一钦卑劣地想过, 她希望达到的是什么结果。 大概是江苑失去冷静, 崩溃, 咆哮, 歇斯底里。 周一钦不喜欢唐雪, 但她很享受唐雪对她的崇拜和爱意。 她想, 如果江苑知道了唐雪的存在, 她会不会慌, 会不会害怕失去自己。 人总是在失去后才知道珍惜, 她该给江苑一点危机感了。 等到江苑后悔, 她会告诉她真相, 并原谅她对方雨的念念不忘。 这才是周一钦想要的结果。 可是呢, 江苑没哭没闹, 打了孩子, 并提了离婚。 一瞬间, 周一钦从天堂掉到了地狱, 遍体生寒。 江也问她, 你做这么多, 到底想干什么? 周一钦说, 证明江苑爱我。 可你有没有想过, 你敢这么做的底气是什么? 周一钦愣住了。 她的底气是什么? 她的底气是江苑爱她。 其实很多事情, 周一钦不敢去深想。 每每想起, 她都会从睡梦中惊醒。 于是她开始甩锅。 江苑有错, 唐雪有错, 甚至她妈都有错。 但她周一钦没错, 她只是做了 当下她觉得最好的决定。 即使再给她一次机会, 她还是会这么做。 她固执地养着唐雪和那个孩子, 就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证明 她是对的。 可是唐雪不满足, 她想要更多, 更多的钱, 或者跟周一钦结婚。 周一钦觉得唐雪疯了, 她又不喜欢唐雪, 为什么要跟她结婚? 这个想法一出, 周一钦就头皮发麻。 所以, 江苑会跟她在一起, 就是因为。 不能想, 不敢想。 周一钦拼命压制着, 直到嘴里满是铁锈味。 周一钦和唐雪畸形的关系 没有维持多久, 很快就崩盘了。 其因是, 唐雪把孩子扔给了她妈, 和别的男人跑了。 周一钦费了很大的力气, 才找到她。 她质问唐雪为什么要这么做。 唐雪痴之以鼻, 你不是说要给我养孩子吗? 给你了, 我不要了, 那是你的孩子, 可要不是因为你。 我根本就不会生下她。 唐雪抽着烟, 轻蔑地打量着周一钦。 你们男人可真奇怪, 有老婆的时候, 天天跟我秘里调游, 现在老婆跑了, 倒是给我装起了正人君子。 怎么, 偷得更香? 周一钦感到了难堪。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只是可怜你, 可怜我, 可怜我什么? 是你说你喜欢了我十三年。 唐雪的表情逐渐匪夷所思。 你有病吧? 你骗我? 情话懂不懂? 我说你就信。 这么多年, 我们连面都没见过, 我靠一面喜欢你十三年吗? 哦, 对, 听说你暗恋了江苑八年。 是不是谎话说着说着, 你自己就信了? 周一钦嘀吼, 我跟你不一样。 唐雪冷吃一生, 你骗得了他, 你骗不了我。 你所谓的暗恋他八年, 你都做了什么? 恋爱一个没少谈, 女朋友一个没少找。 他空窗了, 你有了机会, 发现还是最喜欢他, 于是拿出所谓的八年, 给自己加点筹码, 结果说着说着, 还真把自己说委屈了。 唐雪无情地撕下了周一钦的遮羞布, 这让周一钦彻底恼羞成怒, 打了他一巴掌。 唐雪不是好欺负, 还有那个带着他跑的男人。 周一钦被揍得很惨, 他瘫坐在地上喘着粗气, 颤抖着手拿出手机。 妈撒江苑的名字半天, 最后给他发了三个字, 对不起。 他没指望江苑理他, 可是江苑却回复了, 既然对不起的事已经做了, 对不起就别说了。 周一钦笑出了声, 笑着笑着又哭了。 那个被江苑扔掉不要的孩子, 周一钦最终还是决定好好养着, 但他妈却不愿意了, 因为他终于知道, 这并不是他的亲孙子。 可不知道周一钦是为了弥补, 还是为了赎罪, 一意孤行。 他妈直接被弃进了医院。 江苑家里有钱, 他说不干就不干了, 扔下一堆烂摊子给周一钦。 家里的一件件, 公司的一桩桩, 周一钦越来越疲于应付。 他要做得越来越多, 可却赚得越来越少。 他有时候会想, 他怎么就把日子过成这样了呢? 他知道江苑回国了, 升了职, 越来越风光, 但他从来不敢出现在江苑面前。 后来碰到过一次在酒店, 他云淡风轻地在酒桌上谈笑。 他却点头哈腰像调狗。 周一钦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他真像调狗啊! 赔行转移财产的当天, 车从悬崖摔进了大海里, 尸骨无存。 我毫不犹豫地请了最专业的律师、 医生和公正团队, 全方位无死角地给出赔行必死无疑的证据。 三天后, 我拿到了他的死亡证明, 和他的巨额遗产。 从此, 我有言有钱死老公。 还有比这更快乐的事情吗? 刚睡醒, 我就接到电话。 对方声音悲痛, 江雪, 培行昨晚开车时, 发生了意外, 车开出悬崖, 摔进大海里, 目前警方正在打捞, 但, 几乎没有生还之路。 培行, 我结婚八年的老公, 一个正准备转移财产, 就为了跟我离婚的老公, 突然死了。 我手握着电话, 将前三十年所有的悲伤事都响了一遍, 才终于忍住, 没笑出声来。 而那边, 警方还在打捞, 我语气诚恳, 你们日理万机, 我就不占用公共资源了。 警察同情地安慰了我一会儿, 就撤离了。 接下来, 就是律师、 医生、 公证团队。 我全部请的最专业的人士, 力求让我老公走得壮丽, 死得其所。 三天后, 我拿到了他的死亡证明。 更快乐的是, 裴行生前没有立下遗嘱, 他爸妈走得早, 只有一个妹妹和, 一个怀孕的小三。 三个人里面, 只有我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理所应当得到了所有的遗产, 摇身一变, 成了坐拥上意的富婆。 三十岁, 有钱有盐, 成熟欲解, 没孩子老公早死, 简直就是人生巅峰。 我看了一眼裴行的照片, 笑了, 你的钱我替你花, 你的孩子我替你揍。 你就安心地去死吧。 话音刚落, 电话响起。 看号码就知道, 是裴行在外面养的女人, 李佳佳。 刚刚接通, 电话那头就是一声冷笑。 柳江雪, 我已经有了裴行的孩子, 预产期还有两个月不到了。 你拦着裴行不让见我, 是什么意思? 你在说什么呀? 我听不懂, 少揣着明白装糊涂, 裴行三天都没有联系我了, 难道不是因为你干的? 他根本不爱你, 我劝你趁早离婚, 别惹人闲。 哦, 原来你是要找我老公啊? 那麻烦你睡觉时枕头垫糕点, 再烧烧香, 看看能不能梦到吧。 什么意思? 我冷笑一声, 看向照片里男人虚伪的笑脸, 轻声道, 我的意思, 裴行已经死了, 你要想见他, 就只能托梦了。 李佳佳尖叫了一声, 挂断了电话。 一分钟后, 电话又接踵而来, 这次不是李佳佳, 而是裴行的妹妹, 裴鱼。 你竟然咒我歌, 电话那头第一句话, 就是质问。 我也不以为意, 毕竟裴鱼喜欢挑适的性格, 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只是在陈述事实, 你哥哥这会不知道, 在太平洋还是大西洋了。 不信? 那就去警察局问问呗。 裴鱼愣了许久, 随后就想继续咒骂。 他第一个字要说出口时, 我干脆利落地挂掉了电话。 世界终于清静了不少。 不过, 估计在一段时间内, 我都不能过上清静的生活。 第二天一早, 别墅外就来了一堆人。 我仔细看了眼, 都是裴家村里的各种老一辈, 三姑六婆乌央乌央来了一大堆人。 但没有一个是直系血缘的, 估计是裴鱼找来压我的。 柳江雪, 你出来。 你杀了我们裴行, 你就是个杀人犯。 则, 果然。 我随意收拾了一下, 就失失然地报警了。 直到警察来了, 我才开门。 可能因为前一天通宵玩仪女游戏, 导致我睡眠不足, 眼里布满了红血丝。 果然男人可以是红血丝, 果然男人可以是纸片的, 可以是文字的, 但是绝对不能是探机的。 警察看到我憔悴的样子, 明显一愣。 我勉强挤出一抹微笑, 抱歉, 最近家里发生了些事情, 所以形象可能不太好。 警察点点头, 刚想说话。 裴鱼从三姑六婆中冲了出来, 就抓着警察开始叫唤, 警察, 她是个杀人犯, 快抓她。 警察点头, 这位女士, 你报的警。 裴鱼卡住了, 反而我笑咪咪地说, 我报的警。 我告他们侮辱诽谤罪, 有监控有证据。 就这样, 我们一群人都进了警局。 半天后, 因为他们没有我杀人的证据, 我直接出来了。 但那群人却因为侮辱诽谤我, 被拘留了。 泽泽, 真是千里送人头, 理清情义重啊。 不过可惜, 裴鱼不需要拘留。 因为裴家人在闹的时候, 她躲在不远处看着, 等警察来了, 才冲出来。 警察最后只警告了她一声, 就让她跟我一起走了。 警察局外, 就是你杀了我哥, 你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 裴鱼红肿的双眼, 死死盯着我, 恨不得下一秒就要冲上来包了我的皮。 我看着她无能狂怒的样子, 轻笑, 刚刚在警察局说得明明白白。 当天我在家, 可没有见过裴鱼奥尼凭什么说我杀她。 裴鱼是自己出车祸死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说你没有, 你的证据呢? 你的不在场证明呢? 你敢说车子不是你动的手脚。 那你说我杀了裴鱼, 你的证据又是什么呢? 你怎么证明? 裴鱼明显一愣, 脸上的表情更加愤怒。 这位胸大无脑的小姑子一直看我不顺眼, 以前我处处忍让, 也只是看在裴行的面子上, 现在人都死了, 我也不用再忍了。 谁主张谁举证, 你没听说过吗? 裴鱼看着我, 眼神里透露着清澈的愚蠢。 我轻叹一声, 试图和她解释, 有位名人说过一句话, 当你被诬陷偷吃了面包, 不是应该剖开自己的肚子。 我收起笑容, 冷眼看着面前的女人, 一只手拍拍她的肩膀, 而是应该挖下污蔑者的眼睛, 然后吞进肚子里, 让她自己找。 裴鱼明显被我的话吓了一跳, 脸色瞬间煞白, 我转身打算离开。 随后, 我蹲了蹲脚步, 因为我看到了李佳佳, 她扶着隆起的肚子, 微笑着朝我走来。 在此之前, 我只在照片上见过这个女人, 长发飘飘我见油脸, 任何男人见了都会心软, 难怪能把陪行迷得找不到家。 我是李佳佳, 陪行的真爱, 我的手机里有我们的合照, 你要不要看看。 李佳佳的段位明显高了不少, 脸上还挂着游刃有余的微笑, 之前的电话是我打的, 并且, 我肚子里是陪行的孩子。 文言, 我赶紧后退一步。 别来沾边啊, 我老公都死了, 哪里来的孩子? 你这是在侮辱我老公的清白, 我会告你的。 李佳佳的笑意将在嘴角, 我的肚子饿得作响, 不想和他们继续纠缠。 真是奇怪, 现在的人什么心理啊, 上赶着要做小三。 陪于和李佳佳脸色一变, 还想骂我, 被我一句话对了回去。 有本事, 你们就去法院告我, 否则别瞎逼逼, 做无用功。 我刺激完, 转头就走。 我回到了别墅, 这套别墅, 还是我和裴行结婚三年后才买的。 刚结婚的时候, 我们还只能挤在三十平方的小公寓里。 裴行的父母早王, 他充当父亲的角色, 照顾着裴于, 当初我也是看上了这个男人的持家和责任。 现在我才知道, 有些人的责任感只针对家人。 而我就算是裴行名义上的配偶, 也从来没有做过他的身边人。 结婚这么多年, 我陪着他白手起家, 换上了别墅, 陪行大手一挥写下我的名字, 还说我们将来会挣很多的钱, 养着自己的孩子。 我们确实挣了很多钱, 这套别墅也算不上什么, 只是现在孩子却是他和别人的。 我突然开始看这套房子不顺眼, 于是打电话叫来了中介, 干脆将名下所有的房子来个大换学。 晚上, 我躺在大床上, 看着中介给我发来的消息, 里面都是新开的优质楼盘。 接下来的几天, 我忙着看房, 忙得团团转, 好不容易选好房子, 刚刚付钱, 就接到了来自裴鱼的电话。 为什么我的信用卡用不了了? 哦, 不想给你花钱, 所以我停了呀。 那是我哥的卡, 你凭什么给我停了? 你有什么资格? 我笑出了声, 干脆利落道, 可是他死了呀, 作为遗产继承人, 你现在花的是我的钱。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 毕竟按照裴鱼的智商, 去理解这些问题确实有些困难, 可是遗产我也有份啊。 妹妹, 读点书吧。 第一顺位继承人指的是父母, 配偶及子女, 你作为兄弟姐妹, 只能排第二顺位, 我还没死呢, 你跟着掺和什么? 当年培于高中没毕业, 就辍学和男朋友在一起, 真是一个错误决定。 就算后来, 赔行花大价钱送妹妹去留学, 也没能挽救这愚蠢的智商。 所以, 是你抢走我的钱。 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 杀了我哥还不够吗? 还要抢走我的钱, 我不是不会放过你的。 哦, 那你报警吧。 说完, 我直接挂掉电话, 害怕被传染愚蠢智商。 两天后, 中介告诉我, 他去处理我名下房产的时候, 遭到了阻拦。 他带人去验房, 被培于赶出了家门, 去了李嘉嘉家里, 也是同样的情况。 等会我会给你委托书, 委托你们帮我处理房产, 有什么问题, 直接公事公办就好了。 毕竟, 房子的主人是我爷, 他们有什么资格赖在我家? 其实, 现在培于住的房子, 也是写在我名下的。 当初培行, 没有够房资格, 只能暂时将房子, 写在我名下, 包括李嘉嘉住的房子, 也是我的。 不然, 培行也不会迟迟不敢和我摊牌, 而在背后偷偷做小动作, 来转移资产。 如果当初培行直接告诉我他变心了, 要选择和我离婚, 我可能还会高看他一眼。 毕竟感情这种东西, 不是生活的全部, 就算没有爱情, 人也不可能活不下去。 大家一拍两散好去好散, 不好吗? 但是培行天天要在外面找小三来恶心我, 甚至引发了后面的种种, 只能说一切都是他最有应得。 我让中介直接收走了培于和李嘉嘉的房子, 两人都快把我的手机打爆了, 我也懒得理会, 干脆收拾行李出去旅游。 培于好歹和老公还有婚房, 但是李嘉嘉一直是靠着培行养着。 现在房子没了, 信用卡也被我停了, 他可以说是孤立无援。 我原本打算在这边小住一段时间, 但是法院却给我打来电话, 李嘉嘉和培于将我告上了法庭。 太好了, 我花了这么多钱请的律师, 终于派上用场了。 开庭前, 法院都会事先了解情况, 进行调解。 我走进调解室, 培于和李嘉嘉早早就等在另一边, 两人趾高气扬地看着我, 生动形象地展示了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样子。 刚一落座, 培于就抢先开口。 他独吞了我哥所有的遗产, 我现在要求他把这些钱全部交出来。 调解员上下打量着我, 而后又开始例行询问。 但是我所有的手续都是合法合规的, 在法律上挑不出丝毫的毛病。 这毕竟是你老公唯一的妹妹, 大家都是一家人, 何必闹得这么僵? 文言。 培于没忍住翻了个白眼, 调解员皱起眉头。 培女士在法律上 刘女士所继承的遗产都是合法的, 现在是在调解你们之间的问题, 请你态度放端正一些。 怎么就合法了? 我作为我哥唯一的妹妹, 我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这件事情合理吗? 培于生气地一拍桌子, 站起来大声嚷嚷, 一旁的人赶紧出来制止他。 我坐在另一边乐得看笑话。 你也看到了吧, 我和我小姑子关系不好, 也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 当初我和培行刚认识的时候, 培于就各种看我不顺眼, 不管我再怎么送礼物讨好都于事无补。 培于理所应当收了我的礼物, 依旧对我遗旨气势。 有些人真的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如果妹妹不算的话, 那我肚子里的还是培行的亲儿子呢? 就在这时, 李佳佳挺着肚子站出来, 培于瞬间眼前一亮。 对对对, 他肚子里面是我哥哥唯一的血脉, 我可以作证的, 孩子总有权利继承吧。 旁边的李佳佳得意洋洋看我一样, 好像这场调解他马上就能拿到钱一班。 我看着两人但笑不语, 调解员推了推眼睛摇头, 那请你先出具一下亲子鉴定报告, 只能是孩子和生父的, 其他亲属都不可以。 李佳佳和培于瞬间脸色一变, 毕竟现在培行尸体都找不到, 他们又去哪里做亲子鉴定呢? 这孩子真的是培行的。 李佳佳着急地捂着肚子, 调解员赶紧示意他坐下, 随后又将眼神落在我身上。 这位女士确实和你老公存在情人关系吗? 我不知道啊。 我一脸无辜的摊手, 我一直觉得我和我老公关系挺好的, 我不知道他在外面有没有包养别的女人。 培行确实一直瞒着我, 但女人的直觉在这方面总是很厉害。 我早早就调查出了李佳佳的身份, 只是面上一直装作不知道, 静静看着几个人作茧自负。 培于今天特意找来了律师, 律师在他旁边儿语几句, 培于脸上瞬间露出笑容。 我回去找找家里面, 有没有我哥的毛发一类的, 那总可以提取出DNA吧。 也不是不行, 那我们今天的调节。 哎呀, 那可真是不巧了。 我轻叹一声, 对上培于和李佳佳的视线, 那几套房子我准备出售了, 所以前几天我让人做了全方位的消杀。 言下之意, 别说毛发了, 就是连个指纹都找不到。 我倒想看看他们怎么去找DNA。 李佳佳握紧拳头, 死死盯着我, 最后拿出了手机。 这里面, 有很多我和培行在一起时候拍的视频照片。 可是这只能证明你和培行在一起过, 怎么证明孩子是他的。 我给了身后的律师一个眼神, 律师心领神会, 拿出了一个文件袋。 倒是我这里, 还有你和别的男人拍的照片哦。 巧了, 这个男人我还认识。 李佳佳顿时脸色一白, 律师将照片拿出来, 培于好奇地扫了一眼, 下一秒愤怒地站起身。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李佳佳的脸上已经被狠狠甩了一巴掌。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居然敢勾引我老公。 对, 照片上的男人正好就是培于的老公。 培于当初高中辍学, 都要跟他在一起的那个人。 两人一直以恩爱著称, 所以收到侦探照片的时候, 我也惊讶了一把。 一直将照片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 就是为了看现在培于到底是什么脸色。 李佳佳的脸上浮现了四根纸印, 红肿了一片。 调解结束后, 两人直接在走廊上就吵起来。 你听我跟你解释, 我们当时就是喝醉了。 话音刚落, 李佳佳又被甩了一巴掌。 亏我还把你当作自己人, 你居然这么对我, 你真是一个不要脸的女人。 李佳佳整张脸都肿起来, 被培于骂得狗血淋头, 也丝毫不敢还嘴。 毕竟他现在没有钱, 住的地方还是培于出钱帮他开的酒店, 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他。 只能紧紧依附着培于。 李佳佳咬咬牙, 直接跪在了培于面前, 苦苦哀求说两人真的没什么。 眼看着培于有些犹豫了, 我在一旁慢悠悠开口, 还是长点心眼。 这孩子, 说不定就不是培行的, 你以为肚子里面的是你的折儿, 也可能是你的儿子哦。 培于瞬间反应过来, 疯了一样, 抓着李佳佳的头发, 两个女人毫无形象地撕打在一起。 好戏看够了, 我才离开法院, 直接报了培行公司的地址。 这么久了, 该去公司看看了。 早年培行一无所有的时候, 全靠我赚钱养着。 我拿出所有的积蓄资助她开公司, 公司刚起步, 需要资金流动。 我没日没夜地工作, 身体落下病根, 也丝毫不敢懈怠。 公司里面众人都在忙碌着, 就算少了培行, 公司也照常运转。 电梯还有不少人。 我走进电梯后, 另一个男人也上了电梯, 电梯发出警报, 事宜超重了。 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 你下去。 最后一个上电梯的男人 立刻指向我, 语气里都是不耐, 听不懂话吗? 你下去。 男人语气十分嚣张, 看我的眼神中带着得意, 和李佳佳简直如出一辙。 因为他是李佳佳的弟弟, 李明浩。 培行开了后门, 让这个高中都没毕业的人 进了公司, 平时在公司里耀武扬威。 但是有老板坐靠山, 公司里也没人敢有异议。 只是, 李明浩大概还不知道 李佳佳的处境, 更不知道世界上 已经没有培行了。 我没有纠结, 直接离开这趟电梯, 等下一趟, 电梯关上门的那一刻, 我听到了李明浩的嘲讽。 切, 老女人, 有什么资格和我解斗? 男人, 你为何这么普通, 偏偏又这么自信? 我重新坐电梯去了十八楼, 刚刚出来就听到李明浩的声音。 你听不懂我的话是不是, 方案给我重做, 滚出去。 一个小女生双眼含着泪跑出了办公室, 李明浩两只脚搭在办公桌上, 手上动作飞快, 还在玩游戏。 见我到来, 李明浩有些惊讶, 随后又恢复了一脸傲气。 你来做什么呀? 找裴总吗? 他不在, 你可以走了。 没有, 我是来找你的, 我正式通知你, 你被解雇了。 周围传来众人道歇一口冷气的声音, 只有李明浩吃笑一声。 你当你谁呀? 老板娘了不起是吧?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实话告诉你, 你这个老板娘的位置坐不长了。 你说得对, 我不是老板娘。 现在的我, 应该是公司股份最多的人才对。 电梯盯的一声道站, 出来一群人。 为首的男人带着笑意, 快步向我走过来, 现在是不是应该称呼你为刘总了? 乔总客气了。 乔总是公司的二把手。 早年跟着陪行打江山, 只是现在两人之间的嫌隙越来越大, 气氛也逐渐变得剑拔弩张。 李明浩不明所以地看着我们, 还没反应过来现在的情况。 直到乔总身后的女人走出来, 手上拿着一打文件。 我是人事经理, 现在正式通知你, 你被解雇了, 请跟我到会议室商谈一下后续的赔偿问题吧。 李明浩将在原地, 半赏后愤怒的大吼。 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老板未来的大舅子, 你们有什么资格开除我? 众人对此见怪不怪, 看来李明浩也不是第一次在公司说这种话了。 你要不要和你姐姐打个电话? 你知道我姐。 李明浩瞪大眼睛, 吓得后退两步。 乔总摆摆手, 几个男人上前直接将李明浩请到了外面。 刘总, 我们办公室说话吧。 我点点头和乔总一起去了办公室, 陪行出事这件事, 还是他打电话告诉我的。 毕竟两人现在针锋相对, 彼此身边都有眼线, 陪行的事情他一清二楚。 我直接拿出一份名单交给乔总, 上面的人全部开除吧。 里面全是陪行的心腹, 亦或是陪与李佳佳的裙带关系, 是我早就调查出来的人。 不太合适吧, 毕竟这些都是公司的人才。 解雇之后, 赔偿金对公司来说都是一笔损失。 就算我不开口, 乔总也应该不会将他们留在公司了吧。 毕竟现在他急于稳固自己的地位, 怎么可能让陪行的人阻拦自己。 乔总的笑容逐渐消失, 将名单放好, 抬头看向我。 您果然不是一般人, 看来陪总似乎藏了一块蒲玉在家里。 我笑着谢谢他的夸奖, 又拿出了另一份文件。 之前说好的, 只要你给出合适的价格, 我可以把股权转让给你。 乔总立刻叫来了律师, 随后爆出了自己的价格。 我将所有的股份全部抛出, 一点不剩。 我对处理赔行的公司不感兴趣, 而且我要把他的资产以另一种形态处理掉。 他在大海里九死一生地回来。 陪于再次联系我, 是在一个星期后约在了一家咖啡馆见面。 他明显憔悴了不少, 见到我第一面乖乖喊了嫂子。 真是可笑了。 八年了, 陪于向来是直呼我的名字。 现在陪行都死了, 他的改口未免太晚了些。 嫂子, 我错了, 是我之前相信李佳佳的话, 但是我没想到他是这种人, 以后我会远离他的, 你能不能原谅我, 让我住回之前那套房子啊? 房子我已经卖出去了。 我淡淡地开口, 是李佳佳叫你过来走感情线的吧? 我刚刚看到他的车了, 那辆红色小跑车, 是陪行买给他的吧。 陪于脸色顿时变得苍白, 大概是没想到, 这些事情我都一清二楚。 李佳佳总觉得能拿到遗产, 就算身无分文, 也坚决不肯卖掉这辆跑车。 相比之下, 我更佩服陪于, 绿帽子都戴在头上, 居然还能和李佳佳站在统一战线, 感情真是深厚。 嫂子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算我求你了, 给我们一条活路吧。 那你以前有放过我吗? 我搅动着面前的咖啡冷笑, 当初我妈重病急需要钱, 你偷走我的钱非要出国留学, 其实就是换了一个地方吃喝玩乐的时候, 你放过我了吗? 陪于嘴唇蠕动着, 半赏都说不出来一句话, 我甚至连给我妈半葬礼的钱都没有。 你还让陪行偷走我的金饰, 就为了买一个奢侈品包包, 这些事你都忘记了吧? 我捏紧手中的杯子, 极力压制自己, 没将咖啡泼在她的脸上。 你故意把我的车钥匙身份证和手机藏起来, 我甚至连我妈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办葬礼的时候, 我让陪行出席, 你却在家装病缠着陪行, 你想过当时的我吗? 等我好不容易找到被陪于藏起来的东西, 陪于委屈地躲在陪行身后, 说只是跟我开玩笑。 手机里是我爸三十多痛未接来电, 刚打过去, 那头是我爸的哭声, 南南, 你妈妈, 走了。 那是我唯一一次, 没忍住对陪于动了手, 陪行却阴沉着脸色要我道歉。 就算后来知道我妈去世, 她也只是嘴上训斥了陪于两句, 转头又来找我说好话。 我妈的葬礼上, 我打电话叫陪行过来, 陪行十分为难, 可是小鱼生病了, 我就这一个妹妹, 不能丢下不管啊。 明明陪于十分钟前还好好的, 现在却突然生病了, 说出来都未免觉得可笑。 江雪, 你是做嫂嫂的, 就让着她吧。 一句长嫂如母, 成为了禁锢我的枷锁。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我忘记说了, 李佳佳的肚子里的孩子 不可能是陪行的。 你说什么? 我随意地甩出一个文件, 陪行不能生育, 这是医院诊断。 我看着陪于大便的脸色, 笑着抿了口咖啡。 诊断是假, 隔岸观火是真。 因为法律关系, 我不能亲自首任了陪于, 但让陪于和李佳佳狗咬狗, 还是可以的。 陪于没让我失望, 他直接冲到了车前, 将车里的李佳佳拽出来。 李佳佳还没说话, 脸上就落下几巴掌。 贱女人, 你敢骗我, 你竟然敢说, 你和我老公只是酒后乱性, 不要脸。 陪于像个疯女人一样, 拽着李佳佳的头发, 不停撕扯。 痛得李佳佳哀嚎连连, 最后实在忍不住了, 李佳佳开始反击, 两人逐渐变成互殴。 但怀孕的李佳佳根本不是陪于的对手, 直接被狠狠推在地上。 啊, 我的肚子好痛啊。 李佳佳捂着肚子哀嚎, 直到有路人吼了一声, 陪于这才反应过来。 这时候, 血已经流了一地。 李佳佳被送到医院, 我慢悠悠地跟上。 毕竟好戏, 现场看才精彩。 不多时, 陪于老公匆匆赶来医院, 还没开口, 就被陪于扇了一巴掌。 都欺负我是吧, 看我没哥哥了, 就欺负我, 甚至还联合李佳佳一起骗我。 说, 你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好上的? 陪于老公咬牙很久, 还是说了出来。 当初陪行和李佳佳好了之后, 就将李佳佳介绍了给了陪于。 四人还甚至背着我一起出去旅游。 李佳佳成功勾引了陪于的老公, 直到不慎怀孕了, 就想着把孩子算在陪行头上。 所以,你知道孩子是你的。 陪于愣在了原地, 你们把我当傻子吗? 居然一起骗我。 陪于老公张张嘴还想解释, 手术室的门突然推开。 医生走出来, 说孩子马上要生产了, 现在让人去交钱。 我站在一旁, 看着男人忙前忙后, 陪于蹲在地上许久没人安慰, 最后崩溃地大哭。 来往的人看着好戏。 医生上前让陪于冷静一点, 不能大声喧哗。 连宣泄情感都做不到的陪于, 只能将怒火发泄在自己老公身上。 只是心急如焚等着做爸爸的男人, 此刻已经顾不上陪于了, 干脆冷着脸将人推开。 你又生不了孩子, 凭什么不让我跟别人生一个? 陪于崩溃大哭, 我生不了是因为谁呀? 读高中的时候, 你就带我开房, 我为你打了四五次胎, 把身体打坏了, 我还不是因为你吗? 你自己不自爱, 怪得了谁? 我看着两人互相指责的样子, 轻笑转身, 离开了医院。 最近处理的事情太多了, 我甚至都没时间做美容。 干脆直接打了个飞的, 找了个海边城市度假。 刚一下飞机, 就收到了管家给我发来的最新消息。 李佳佳生了个男孩, 但是陪于的婆家不认这个孩子。 我忙着开心度假, 把他们的事情当作笑话来看。 估计他们还希望, 陪于可以把陪行的遗产从我手里抢过来, 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娇贵的儿媳妇。 陪于的老公却铁了心要离婚, 天天嘲计陪于生不出孩子。 陪于的怒气找不到地方发泄, 天天和老公吵架, 又去医院找李佳佳的不痛快。 陪于老公的钱都捏在陪于手里, 他甚至没有钱给李佳佳找个护工照顾。 刚刚生产完的李佳佳落下了不少的病根。 在这边待了两个月, 每天没有烦心事, 感觉整个人都年轻了十岁。 管家给我发了一张李佳佳最新的照片, 照片里李佳佳容貌疲惫, 身体都还没恢复好, 每天照顾孩子都不够, 压根顾不上自己。 时间一长, 精神状态直线下降。 陪于老公来看他的时间越来越短, 甚至最后一次, 还是带着陪于一起来的。 三人在病房, 不知说了什么, 他们离开之后, 李佳佳在病房里面哭了很久。 姐姐, 你在看什么东西啊? 看得正入神的时候, 身后的小奶狗突然围上来, 紧紧抱着我。 姐姐是在看什么笑话吗? 笑得这么开心。 小奶狗是我在旅游的时候认识的, 年轻性格却很沉稳, 笑起来的时候, 嘴角的梨窝和露出来的虎牙都让人一不开眼。 每次和小奶狗说话的时候, 都会感叹富婆的生活果然是美妙的。 没什么, 我打算明天租个游艇玩玩。 小奶狗眼前一亮, 欢欢喜喜地答应了。 阳光沙滩, 吹着海风躺在甲板上, 享受着日光玉, 手里拿着香槟, 看着不远处裸着上身冲浪的小奶狗, 简直没有比这更加幸福的生活了。 直到一通电话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 柳江雪, 光是听声音, 我的心头就在狂跳。 这个熟悉的我听了十年的声音, 听说, 你到处说我死了, 终于来了呀。 我乘坐最快的航班回来了, 陪于不知道从哪里找到我现在的地址, 直接等在我家门口。 我拖着行李箱, 远远就看见站在我家门口的男人。 这么高的悬崖上摔下来, 海上搜救队一无所获的情况下, 还能起死回生。 看来祸害一千年这件事情, 确实是有道理的。 我走上前还没说话, 一个巴掌已经落下来。 贱人, 你背着我做了什么, 到处说我死了, 还拿走我的钱去欺负小鱼。 培行速度极快, 可惜我早有准备, 直接避开。 下一秒, 毫不犹豫将这一个巴掌还回去。 这一巴掌, 我用了十足的力道, 扇到我的手都在冲血, 重伤未遇的培行, 更是直接被我扇倒在地。 你干什么? 你怎么能动手打我哥? 培于着急地冲上来, 却被我的眼神吓退。 再敢废话, 你们兄妹俩一人一巴掌。 培行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 眼神死死盯着我。 你这个女人, 你是故意的是不是? 你早就打好了算盘, 我的车是不是你动的手脚? 不是。 我十分干脆地回答她的问题。 那辆车本来就很久没有检修了, 是你自己没有注意, 还非要在盘山路加速, 能怪得了我。 那是因为, 培行的话戛然而止, 猛然变了脸色, 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 你知道我和李佳佳的事情, 也知道我在偷偷转移财产。 我冷笑地看着她, 从培行出轨开始, 我对这个男人就彻底失望了。 但是男人没有提离婚, 甚至还是盘算着转移财产。 那一刻, 无边的恨意灌满我的胸膛。 她已经不是当年那个, 因为我想吃冰糖葫芦, 会跑遍整个城市的培行。 但即使是净身出户, 都不能停息我心中的恨意。 我要亲眼看着这个男人, 一步一步走进地狱。 你把我哥哥的钱还给我们。 裴鱼躲在裴行身后小声怒吼, 我扫了两人一眼没说话。 物业带着保镖匆匆赶来。 这两个人在骚扰我, 麻烦帮我赶出去吧。 以后注意一点, 不要什么阿猫阿狗都放进来。 培行额头青筋抱起, 刚要扑上来就被保安架开。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给我等着, 我要你好看。 那我就等着, 看看到底是谁笑到最后。 三天后, 我收到了法院的电话, 说我非法侵占他人财产。 得知消息的律师等在法院门口, 我看着他微笑。 最近事情很多, 就拜托你了。 您客气了, 我们一同走进法院。 培行还是趾高气扬的样子, 我走到他面前停下脚步。 你刚刚回来, 还不知道吧, 李佳佳生了一个男孩, 兄妹二人表情各异。 培行的笑容刚刚浮现就被打断, 我直接将体检报告扔在他脸上。 但那个孩子不是你的, 是你妹夫的, 恭喜你哦, 喜当爹。 培行神色一将, 扭头看向培鱼, 培鱼红着眼眶点头。 哥哥, 李佳佳那个贱人居然敢骗我们。 你不要放过他, 还有那个孩子, 我不想要呜呜。 还未开庭, 兄妹俩已经经历了心情的大起大福。 尤其是培行, 一度控制不住情绪, 在法庭上大喊大叫, 被法官制止了好几次。 我再一次警告原告, 请你冷静一点, 法庭之上不能高声喧哗, 我还要怎么冷静? 我所有的钱都被这个女人卷走了, 我情人生下的孩子不是我的, 这还要我怎么冷静? 培行像个疯子一样狂吼, 滑稽的模样, 甚至连他自己请来的律师都被逗笑了。 柳江雪,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你拿了我的遗产, 还不赶紧吐出来。 遗产? 我眨眨眼, 无辜地贪手, 真是对不起, 我已经花完了。 这几个月, 我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好好奢侈了一把。 不可能, 我公司这么多的股份, 还有那些房产, 怎么可能花完? 我看着男人冷笑, 我花高价请人帮我打理的资产, 自然不会有任何问题。 所有的遗产, 早就通过各种手法, 洗得干干净净, 转移到了我爸的名下。 现在裴行留给我的遗产, 在法律上已经所剩无几了, 但我们还没离婚。 我活着回来了, 我们的婚姻还能继续。 裴行脸色阴晴不定, 最后才吐出这句话。 我暗叹, 果然还有这一出。 如果裴行回来了, 不同意离婚, 我就还要跟这个渣男捆绑一起。 我甩出一本结婚证, 以为你死了, 我就改嫁了。 我们的婚姻已经无效。 离开法院时, 裴家兄妹像极了斗败的攻击, 低着头脚步都是虚浮的。 不对啊, 你住着这么大的房子, 钱都是哪儿来的? 裴鱼愤怒地冲到我面前, 恨不得把我身上盯出一个洞来。 哦, 是我爸爸给我的呀。 我将财产转移给我爸, 他在通过赠语的方式, 将钱全部转回了我的名下。 看着不远处, 培行阴沉的脸色, 我的笑容再也藏不住。 我这不是跟你学的吗? 当初你转移财产, 不是玩得挺厉害吗? 要不是我提前发现了, 估计这会声无分文的应该是我了。 培行张张嘴, 却哑口无言, 我挥挥手坐上车, 扬长而去。 离开前, 还听到培鱼在安慰培行。 没事的哥哥, 你还有公司啊, 你肯定还能东山再起的。 呵, 公司。 乔总好不容易才将大权全部收入囊中, 现在怎么可能拱手让出来? 我让四家侦探一直跟着培行, 没过几天就收到了视频。 视频里, 培行几乎是被扔出了办公楼。 你们连老板都不认识了吗? 我可是你们的老板, 是公司的掌权人,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 培行在门口大吼, 许久后, 乔总才从里面缓缓走出来。 他着急想冲上去, 却被保镖拉开。 你可真是贵人多妄事啊。 现在公司股份都在我手里, 你还有什么资格来找我? 还有你的那些心腹早就被我开除了, 这个公司没你的份了。 乔总讥笑着, 在众人的前呼后拥下离开, 只有培行独自摊坐在地上, 嘴里还在念念有词。 不可能的, 我怎么可能什么都没有了? 视频到着这里就结束, 我立刻将视频发给了李佳佳。 不知道他现在看到 培行到底是什么反应。 李佳佳果然不负众望, 收到消息之后, 第一时间就闹着要出院。 但是他生产后没好好休息, 再加上还欠着医院一大笔钱, 现在根本不能离开。 得知培行如今身无分文, 李佳佳万念俱灰, 最后干脆一个人离开了医院, 甚至连孩子都丢下了。 医院没有办法。 最后只能给培鱼打了电话。 培鱼的公婆也得知了培行的状态, 确定没有翻身的机会后, 一反常态提出要离婚。 他完全变了一个样子, 瘦骨灵循面色蜡黄, 正在双手合时祈求自己的婆婆。 算我求你了。 妈, 你让阿泽接电话好不好? 让我们坐下好好商量好不好。 女人一脸不耐烦。 说什么说? 以前你家有钱, 我们家处处让着, 我儿子天天好脾气哄着你, 我们劳两口做牛做马照顾你。 但现在? 你身无分文, 还想做大小姐呀, 做梦? 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 滚出我家。 我看着跪在地上大哭的裴鱼, 不禁冷笑。 当年高高在上, 谁都没有看在眼里的大小姐, 如今落的这个下场。 真是活该呀。 现在的裴鱼身无分文, 那裴行估计是负债累累了吧? 果然没过几天, 物业给我打了电话, 说裴行想和我聊聊, 我同意了。 十分钟后, 门铃声响起。 我打开门, 门外是穿着一身白衬衣的裴行。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裴行也是穿着一身白衬衣, 脸上挂着温暖的笑容, 想要我的联系方式, 还没开口, 却已经红了耳朵。 真难为他, 居然还能记得我们当初时的细节。 江雪, 你听我说,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使我鬼迷心窍。 我现在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补偿你? 补偿? 你拿什么补偿我? 现在你还有什么呀? 我痴笑一声, 上下打量着裴行, 白色显干净, 你个油腻老男人, 装什么装? 裴行脸色一变, 江雪, 我。 姐姐, 你在和谁说话呀? 我做的点心烤好了。 别墅内, 前两天跟我假结婚的小狼狗, 放下烤好的点心, 直接跑出来从身后抱住我。 姐姐这人是谁呀? 裴行脸色僵硬, 嘴唇如动半嗓, 说不出一句话来。 哦, 我前夫? 前夫? 小狼狗收起笑容, 将裴行打量一遍, 抱着我的手臂逐渐收紧。 既然都是前夫, 还来找姐姐做什么? 姐姐不会是想丢下我吧? 开玩笑, 我放着二十多岁, 年轻帅气的小狼狗不要, 要这个人渣。 怎么可能, 姐姐最爱你了? 小狼狗得了我的保证, 眼神更加得意了, 请问这位前夫, 有什么指教啊? 你给我滚开。 裴行愣了半嗓, 突然冲上前, 只可惜被小狼狗一把抓住了手腕, 狠狠推倒在地。 一时间, 我们三个人都猛了。 好一会儿, 小狼狗率先开口, 行不行啊, 细狗, 平时没健身吗? 身体这么弱, 我身为一个男人都未感到羞愧。 小狼狗嘖嘖两声, 地上的培行咬着牙面前, 爬起来挺起胸膛。 只是小狼狗比他高了一个头, 从气势上就赢了一大截。 长相身材没一个拿得出手的, 还好意思舔着脸来找姐姐, 你是故意来逗姐姐笑的吧? 看你这模样, 普通的扔在人堆里, 都没人能认出来, 怎么能配得上姐姐? 试像点还是赶紧滚吧。 小狼狗将培行从头到脚打击了一遍, 培行器的脸色都在发青, 却没说话, 只是眼神一直落在我身上。 江雪, 你要怎么样才能原谅我? 我为什么要原谅你? 现在的生活, 我挺满足的。 我轻叹一声, 拿出一张红色钞票扔在他面前。 行了, 赶紧走吧, 找个工作好好生活, 毕竟你还有几十万的欠款没还呢。 江雪, 我真的, 你怎么知道我欠着钱? 培行猛然变了脸色, 着急想要冲上来, 却被小狼狗死死拦着, 他着急地大吼。 你说话, 你怎么知道我欠的钱,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我当然知道了。 知道培行掉海之后, 飘到了苍城。 而我, 联系了苍城的医生, 用最好的技术把培行救过来。 只是新型治疗手段十分昂贵, 且有弊端, 伤者会昏迷好几个月。 几个月的时间, 足够我将培行的所有东西带走。 而他, 面临的是欠了几个月的高昂医药费。 我给物业打了电话, 让人将培行带走了。 小狼狗高兴地向我展示他新作的点心。 我看着颜色鲜艳的甜品若有所思, 这辈子培行都不会知道。 他离开的时, 随手抓的车钥匙, 是我故意放在那里的。 那辆车刹车出了点小毛病, 我还没来得及拿去修理。 偏偏其他的车, 培行都已经开走, 打算悄悄拿去转移了。 盘山公路弯道众多, 我算着时间给李佳佳打了电话, 确定打通之后, 立马挂断。 虽然之前我从未联系过他, 但是李佳佳看着来电 还是下意识心虚, 于是给培行打了电话。 培行心里着急的时候, 总会脚下没注意, 将油门直接踩到底。 接到苍城医生的电话, 我没有丝毫地犹豫, 选择了治疗。 毕竟直接死去, 太便宜这种人渣了。 我要他一无所有, 体验从云端摔进地狱的感觉, 并且永远在地狱中苟且偷生, 再无翻身之日。 一辈子活在痛苦和绝望之中, 才是真正的报复。 随手撕了假结婚后的新的离婚症, 快乐地喝一口红酒。 有钱有言, 身边随时换心的男伴, 世界上怎么还有这种好日子?